大家好,我是普爾生火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家裡的常備醬 鹹蛋黃金沙醬 最近這一兩年突然紅起來 我們現在就來做看看吧 這些是我們的材料 鹹蛋黃如果是滿一整顆的熟鹹蛋 就一定要把蛋白剝乾淨 如果是滿一整顆的生鹹蛋 把鹹蛋黃分離出來以後 一定要沖水把蛋黃表面的蛋白沖掉 不然味道會很腥 然後我們把料理米酒倒進去 讓每顆蛋黃都沾到米酒 這個做法也是可以去腥的 然後蓋上蓋子大火微波一分鐘 微波碗我們把鹹蛋黃壓碎 然後過篩 讓口感更沙更綿密 蛋黃中間會有一顆硬硬的 壓不碎的 這個可以挑出來 差不多到這個程度就可以了 我們把奶油大火微波30秒融化 然後加到我們的鹹蛋黃泥裡面 攪拌均勻 然後再加入我們剩下的材料 也是攪拌均勻 有些食譜是把奶粉改成鮮奶油 好處是味道沒那麼甜 但相對的就比較膩 而且做出來的薑會偏向液體 攪拌好後大火微波一分鐘 拿出來後把比較大的顆粒繼續壓成泥 這個時候牛油已經滲到蛋黃泥裡面了 這動作可以把蛋黃油充分的擠壓出來 讓蛋黃泥更細更好吃 口感更傷 確認完全沒有顆粒以後 再蓋上蓋著大火微波2-3分鐘 拿出來以後會聽到鹹蛋黃有油炸的聲音 我們攪拌到油炸的聲音消失 那就完成了 成功的鹹蛋黃醬 油是呈現微微的橘色 口感綿密而且沙沙的 不太會有大顆粒 因為這個是自製的用料很十足 比較不會像市售的是糊狀的 做金沙料理的時候也比較好去控制水分 達到表面有點乾乾脆脆的口感 那最後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食譜 掰掰 我們是Pool Life 普爾生活頻道 喜歡我們的影片都可以按右下角的小花 免費訂閱我們 那就謝謝囉